随着社会的创新,很多款方便面也是被取代,这里就有几种已经停产的方便面,来看看是不是你也吃过的吧?最早期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,这款的话里面的酱包则是黑色的,也是当然最受欢迎的,相信很多人已经是忘记了它的味道了。 这种三鲜意面,很多人还是觉得没有印象的,这款方便面在当时不是很出名,吃起来的味道却也是相当的不错,它只有一包配料泡出来,那方便面汤却非常的浓郁,非常的鲜美,每次吃到的还是那熟悉的味道,你们有试过这款的吗? 还有就是白想排的方便面也是非常的受欢迎,已经停产现在已经是卖不到的,这款香辣牛肉面就是很多人吃过后表示非常的喜欢,特别是这种香辣口味的更好吃,吃起来相当的爽口,里面配的酱包也是十分的良心。 最后这款可口的方便面在那时候也是很受人们欢迎的一款,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包,可以直接泡了吃,也可以做成干拌面来吃,吃起来非常的麻辣可口,味道那是一级棒了,小妖以前就有常吃到这款,这些当时很受人们欢迎和喜爱的方便面已经是停产,就问你吃过哪几种?